当时赖清德作为一个副总统 过去的几年期间他都是很安稳的在总统府里面 所以为什么柯文哲一直说 不要过去你是因为这样的环境培养出来的 然后现在你要更争取上位了 你就把你过去这些背景全部切开 我觉得柯P那天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疫情期间赖清德副总统 他是担任副总统的职务 疫情的期间2020年一直到2022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但是针对疫苗采购的这个事情 赖清德先生好像从头到尾都没有出来说一些什么话 当疫情发生的时候 为什么有人把疫苗的这个口挡住了 为什么BNT一直进不来 就只因为他是上海复兴代理的 然后你在政治跟人命当中 你做了权衡 那你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所以当时赖清德作为一个副总统 他作为一个医师 应该是要救人为理念的 这样子医生的本质还有本色 他当时做了什么发挥 其实他没有 过去的几年期间 他都是很安稳的在总统府里面 并没有太多的发言 所以为什么柯文哲一直说 不要过去你是因为这样的环境培养出来的 然后现在你要更争取上位了 你就把你过去这些背景全部切开 之前在台南的那88枪 因为光电的发展 大家觉得光电的发展是这几年发生的事的吗 议会被把持 然后有黑枪 有黑道介入光电的这个利益里面 难道是这几年发生的事吗 过去赖清德就是台南的市长啊 这些事情你都没有出来说话 然后等到这个总统要选总统了 又开始跟过去切割 这些事情我觉得都说不过去 你一一都要必须要来面对 今天现在缺电是不是事实嘛 是 那时候柯也一直说啊 他其实几次也不讳言的讲说 那时候要不要盖深奥电厂 本来赖清德是跟他说不需要盖 不缺电 他一开始跟柯说缺电啊 他说我们要盖深奥电厂 那可能有些环保团体会出来抗议 那可是因为我们真的缺电 所以呢 这个 柯平安不要出来放炮 柯平安就想说 好那缺电 没办法要解决嘛 他就不要放炮 然后隔没几天呢 这个赖清德后来出来宣布说 不用盖了 因为电够了 那在这个反反复复之间 到现在 你看现在到底是缺电还不缺电 现在要发展光电是很确定的事实嘛 绿电不够 所以从这个余夜共生要变成浓光共存 要大幅的在余温上头种太阳能光电 所以很确定的绿能是不够的 然后呢 核电厂又要被关掉 好又又不研溢 那现在缺电的状况之下 这个深奥电厂到底是盖还是不盖 你怎么说说 说法反反复复 这个是国家大政的问题 是台湾未来要怎么样发展的问题 柯文哲的确像他昨天在受访的时候 他就有直接的说 现在赖清德提出了很多的主张 包含要跟中国谈判 赖清德他在 有一次在评论 郭宽敏先生 说这个 中国跟台湾是兄弟之邦 这样子的说法 他也相对的认同 可是这句话呢 绝对不能从柯文哲的嘴巴里面讲出来 因为只要柯文哲讲了 柯文哲呢 他不管讲什么 他就是红 他就在讲台独 他也可以说他是红 他也是这个 什么某某同路人 因为他不喜欢柯文哲这个人 或者是因为他是他主要的政敌 所以他们就要给他 无佐不用其籍的贴标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